再開個頭 主角是他們 其實是大概就陳一陣子 于蘭是我以前的同事 然後他現在就是在CNAP服務 所以他就是跟我提到說 CNAP這邊長期在紀錄片領域耕耘 然後也很有成就 那前陣子就是他們在想說 希望能夠有一個案子 有個想法是讓台灣能夠被世界看到 那是在什麼樣的領域上面呢 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點來說 第一個就是從Taiwan Can Help這個領域來講 那Audrey之前因為做了很多Taiwan Can Help的一些 算是Practice 所以希望就是在數位的領域裡面 Taiwan Can Help 就是對於全世界各地的人們來講 到底我們有哪些實際的經驗 是可以給他們參考的 比如說數位民主、數位治理 或者是比如說G0V等等 就是在各個領域的環節裡面 就是能夠有助於改善大家生活的 增加幸福感的那個面向 都可以包含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角度 珍珠奶茶 對 那另外一個角度是 是關於就是說全世界各地 現在目前我們也好奇說 比如說全世界各地 比如說Audrey接觸的世界各地的友人裡面 他們現在目前怎麼樣看待台灣 然後對台灣有哪些好奇點 對 那希望這兩個中間能夠有一些交會 那交會點可能就是適合於 比如說用影像、用紀錄片來表達的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先開始前頭的那個發想 對 所以這個是今天我帶他們來拜會的原因 對 那詳細上就是各自每個人的 比如說你們關心的 我整個最後的產出是好幾部紀錄片 一個主題一個這樣子 對 是紀錄片的系列 跟兩個Future Lens 對 我稍微大概 稍微 背景講一下 CineX 是一個從十幾年前開始成立 中港台一直用紀錄片來記錄這個時代 對 那 所以我們一直在看 怎麼能夠對當代能夠做一些narrative 那麼在過去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都感受到台灣一方面的力量 在進行一個很重要的重組 但另外一個國際上 似乎for better for worse 對於台灣的能見度 頻率增加 可是不代表認識台灣 所以我們希望不要被oversimplified 或者是變成只是一個keyword 所以過去這一年我們就內部在討論說 我們最擅長做紀錄片這件事情 可以幫台灣建立什麼narrative 在國際上 就是 起興動念是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我們想用基金會 因為CineX本身有基金會 也有一個production company 一個studio 那我們後來說用基金會的力量 來籌備這個世界 一個新的initiative 那所以 我們找 宇蘭是我們基金會的台灣的總統 然後 Leo是 我們從 他其實以前都是在Bayer 在美國 然後我們都有很重要的活動 都會找Leo一起 然後他自己當然是台灣背景 後來在美國長大 然後最近也是因為 Business to Korea上面還有COVID關係 就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就開始內部起了一個這個項目 推動了已經差不多有快半年的時間了 那我們一方面就是在找題目 然後我們也跟國際的很多的broadcaster在聊 說你們對於台灣的好奇點是什麼 對 那像我們也跟比如說美國的PBS 法國的French Television NHK 還有加拿大 我們都去聊過 大概都有放播 對 沒錯 然後他們的 嗯 他們對於台灣的地緣政治是很好奇的 是 我們說這很複雜 他說我們的觀眾是不怕複雜 不怕複雜 但是沒有一個好的 有一點點小的 就是再複雜的也可以講得清楚 也可以講得清楚 對 然後第二個 他們對於台灣的幾個力量是有關注的 一個是文化 那文化當然裡面像你剛剛講珍珠奶茶 就是 Food 是一個大家共同非常很容易被inspire 嗯 台派的這個東西在國際上現實 有一定的位置 嗯 然後另外就是科技 嗯 當然科技因為台灣都是面對B端比較多 對 所以有時候大家雖然科技在關注 但是比較是 就是業內的人 對 或者是亞洲這邊像NHK他們就馬上就說對於台灣的科技很有興趣 那我們當然就回來再想這個題目說 好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比如說食物跟台灣的geopolitics跟近代食物的結合來做 然後科技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內部在study 嗯 然後另外我們也在想有沒有一些台灣正在ongoing 現在進行的一些好的story 好的character Ideally是說它跟人類的當代性是有關的 對 而不會只是在說歷史 嗯 因為歷史講的再多 怕的是國際觀眾跟他們的relevance不強 他們要care還是要看當代性 當然 那所以我們 嗯 其實想要來拜訪你的念頭已經有一陣子了 就是說 從你的接觸中 你的觀察中 有什麼題目 啊 什麼角度 Mainly可能是technology 嗯 但是可以不只是technology 有哪些事情是台灣的narrative 可以有非常當代意義 對這個文明的這個當代意義 是應該我們可以來說的 嗯 嗯 嗯 然後當然我們在過去訪談中 國內國外在訪談 正在梳理過程 也 比如說像 有一些台灣的新創 或者是 G0V 作為一個非常特殊的character 我們也被promp過說 這個story是不是 一個很好的代表的一個特殊的 它是 Democracy as a typ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也是 science Social technology 當然也是 technology 是 然後台灣是一個 unexpected leader Democracy 沒錯 對 所以大概是這個 我想今天的目的是希望 能夠 你第一次拜訪 來交流這部分的想法 對 我們現在的想像是說 對你剛剛問的是 最後的output是什麼 對 我們目前的設想是希望用兩年作為第一個stage 做兩個series 加上兩個feature lens OK 大概是這樣的capacity 嗯 It's quite exciting 就是我們現在在跟 台灣很多的supporter 或者是國際上的一些平台 broadcaster 大家對於這個concept 是welcome的 對 那就是我們覺得 但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對的character 跟對的story的切入點 對 所以 大概我這邊先看看 嗯 大概有沒有要補充一個 女人 嗯 嗯 就差不多 我想說先聽一下orgita 就是因為有一些 我們去拜訪的一些專家 然後他們就是對於 嗯 台灣就像基林地的 蘇人民族的方面 他覺得應該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嗯 發展的 的切點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 嗯 不是那麼的熟悉 嗯 那就去參加這幾次了 嗯 去吃幾次pizza 你知道嗎 對 就是這個cuisine 就是最重要的 對 然後還有一些 大概科技產業吧 我們希望就是看看 能不能找到 國外的觀眾 會對於台灣的 這些科技的故事 有哪一些是他們 可能會比較興趣 對 那他不一定 我們也有在討論 就是他 嗯 科技的題目 他也許不會是 長的 20到30分鐘的節目 他可能是一個 15分鐘 啊 OK 比較算是專題型的 的節目 嗯 對 因為紀錄片有分一種是 character driven 找一個人 然後把這個故事說完 對吧 另外一種就是 比如說 嗯 explain news 的方式 就是講一個 keyword 用一個非常 crispy的方式 然後都是用 infographics的方式 對 所以 對 國際上這方面 explainnews的一個 player 叫BOX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 get in touch with them 看有沒有什麼 teamup的可能性 對 所以 可能性蠻多的 就是 但我們會想 先看看有什麼好的故事 再用一個 proper format 對 對 對 所以我先 確認一下我的理解喔 就是說 它當然最好 尤其是長的那一部分 把地緣的 或者是一些飲食文化的 以及一些科技的 但這些科技又是 人民比較有感 而不純粹 是B端的 融合的越多越好 那這些元素 如果都有 那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跟我們當代 human condition anthropocene 非常有關係 那如果 某一個 他只是講單點的 那就不如15分鐘 18分鐘 就專門做一個小專題 這樣就解決了 大概是這樣分流 對 OK 我提問一下 因為 之前我看到的 那個briefness資料裡面 其實 食物的部分 跟科技的部分 是兩個不同的系列 是嗎 應該是說 食物現在已經成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食物的系列 但是科技的部分 我們不想把它往後 我們想要 就是第一年 還是有一些科技的題目 對 所以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用 Expline News的這種 短的 短片的方式來 來做一些 所以意思是沒有要等到2022 對 2021就要開始做 希望可以還是 對 有新的東西我覺得還不錯 Food 我們這個已經pick off 因為它的題目 比較容易 去想像 對 真的 對 我們有三四個題目 小籠包 對 你都命中了 不是一拚的 關鍵字就是七個 沒錯 對 好 然後它背後跟 它的確是有很多 台灣的local story 對 實物就是 就是歷史 就是近代史 對 對 那 但科技這個題目也是 好像很obvious 但是 就是它有沒有 大批 比如說一想都會想到代工 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的scal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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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我們也碰過幾個題目 就是我們一起把丟出來一個 對 對 對 像也講到那個海底電纜 對 對 那 它到底代表的是 嗯 台灣在 什麼樣子的 一個 stake 嗯 然後 不在香港上岸 在台灣上岸 這個就是一個十五分鐘的很好的題目 Exactly 而且海底電纜本身裡面是非常politics 對 當然 對 在水面下發生的事情是一般水面上的人不一定realiz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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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有一些像也有人提到 嗯 比如說台灣的單車或者是摩托車文化 它 它實際上帶出了很多非常 outstanding的 對 對 我覺得現在我們也是在希望找到一些切入點 因為有一些故事 如果是新聞在報道的時候就是已經成功了 對 那 呃 紀錄片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紀錄一個過程 要紀錄一個發展 嗯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能經過 嗯 經過經過你 對 還在剛出起的時候就 Go into the ground level 然後就是整個story就會比較容易發動出來 我理解 嗯 我有看到你們寫一個塑膠回收 那個是很有意思 因為台灣是連玻璃瓶都回收的 什麼都回收的 而且我們upcycling做得很好 嗯 這件衣服就是寶特瓶 加加咖啡渣 所以這個一定是一個好故事 不過我比較感興趣的是 所以為什麼會把這個當作tech 就是 就是要講upcycling 這個技術嗎 那又回到B端的東西 還是要講什麼台灣的永續回收文化 還是什麼之類的 是不是 我們可以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這段從頭到尾都錄 也會公開 所以我們整個都是在累積素材的過程 別的就是物種多樣性 或者剛剛講到的這個就是我們的high tech 這很容易想像 那為什麼特別在做circular economy 這個變成你們興趣 因為我們有跟其中一 就是也是朋友也是專家 也有可能是我們的founder 有在聊到 然後他有提到就是這個 算是循環經濟的部分 那因為我之前有做過一些study 就是我們的寶特瓶回收 然後那個科技仿司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想說先把它 先把它摸過來tech的這個地方 所以還真的就是要講tech 嗯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回收本身的技術 upcycling它用到的材料科學技術 也沒有 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是永續的 所以是比較大的business model 等等那種概念 對 Lifestyle Lifestyle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樣的技術 對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沒有一些幫助 有沒有幫助的可能性 減碳減碳這樣子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因為這個就結合地緣產業文化 其實真的要講它都在裡面 光是回收料那個也是很geopolitical actually 這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題名 所以我這樣子聽起來的話 如果要講ongoing story的話 因為我大概都是 我們片上是17項續發展目標了 我具體建議就是focus在數字大的那幾個 就是因為那個是環嘛 17個 那它一開始是最basic 就是說像說消除貧窮 那消除飢餓 那確保健康福祉 像我們的健保等等 確保全面教育 包含寬平時人權等等 性別平等 包含婚姻平權等等 這些都是很容易想像 而且對你們比較不利的事都很成功了 就是國際上聽到關鍵字 Marriage Equality 那它該有的大概都有了 不會再需要18分鐘 或者一個Future Lens去講這件事 那當然每個都還可以再推進 可是對於那個國家來講 它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要特別聽台灣的這個故事 對它有洽視的 它可能2018年19年就已經停過了這樣子 那但是到後面的呢 它是非常structural 那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這樣的循環經濟嘛 SDG 它在12 那13就是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一起面對的 包含這個 你知道這個高中生去提案說 把那個珍珠奶茶的習慣 改成比較永續 簡潘牌的這個習慣 這些都是Ungoing story 而且它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至少接下來10年 都會是大家很注重的 就是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當然 那在後面就是 永續的山林 那永續的海洋 然後開放政府 那開放政府 講的就是Democracy as a type of technology 那我們不是只是 四年頭一次票 兩年一次公投什麼的 而是說 隨時隨地 只要想到什麼好主意 那你就到 Join平台上面提案啊 就開始一個總統 Mexican song啊等等 那這些都會有一些 Ungoing的story 那這個story本身像我對 通常世界上都是說 我們Fight Pandemic with no Lockdown 這個大家知道 但是我們Fight Infodemic with no Takedown 這個大家就不一定知道了 那為什麼不Takedown 因為我們記得戒嚴 那戒嚴是Takedown很厲害的 Censorship這些 White Terror等等 那但是這個就有不是價值 為什麼因為香港啊 別的地方還在White Terror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對於國際上面來講 他就會知道說 哦原來是因為大家都記得戒嚴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沒有Takedown的方法 來解決Infodemic 就是可愛的柴權啊等等 那這個他的縱深 就比單純去講Else 這個部分要來的好 因為你一開始就先鋪陳說 因為戒嚴的關係 我們不想要回到白色公布等等 那這是SDG16的部分 那17就是Global Partnership 那這個講的就是台灣如何透過 這個Open Multistateholder Process 去加入一些本來Multilateral 沒有辦法加入的一些地方 後面要說我們現在 在跟立法院討論說 開放政府的國家行動方案 那這個就是一個國際組織 可是它一半是政府官員代表 另外一半卻是民間 像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這些的這種代表 那所以台灣這邊進不去 這邊也可以進去 就是它會用一種比較hybrid的方法 在國際上面 我們先講我們的貢獻 而不是先講說 我們一定要是一個state 或是一個西位等等 那現在又因為後疫情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會員席跟觀察員席沒有分別了 大家在視訊都16成績有一個小方塊 那這些就有很多的新的Global Partnership的形式 那這SDG17 所以就是說從11永續城鄉開始 特別是12、13、14、15、16、17 這幾個我覺得都是接下來做10年 也不會就是跑掉味道 而且也都有很多incubating的東西可以做 那我具體建議就是focus在這幾個 那這些都是廣義來講 那這些都是廣義來講 是同時是產業文化跟tech 所以比較是屬於sustainability 這一個大的scope 對 Innov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我可以丟一個比較外行的意思嗎 就是 我覺得其實因為 因為台灣在大部分國際間的人們心靈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國家 所以我覺得要讓大家意識到 這個小國家有一點什麼 可以讓他們覺得有興趣厲害的地方 除了他們親身接觸過 比如說像食物、珍珠仔茶之外 另外有一個其實就是 可能我們在這個系列開頭部分 有個什麼東西是讓他覺得很驚訝的 就是surprise 他做得比我們好 然後那個點 就是可以串聯到後面講的所有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從日本的經驗看到 因為日本長期以來 一直都不認為自己是亞洲國家 就是很自豪的對於自己的狀態 可是這次也因為 就是covid-19的關係 我覺得他們變得比較虛心 願意聆聽 就是看看其他國家的一些 做法有什麼值得他接近的 然後 然後Audrey因為這樣在日本變得很紅 而且還有人提議要在小區的校園裡面 立舞的同鄉 對 感覺到這些形象 對 就是說你是明智為親之後 對教育最有貢獻的人之一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能夠打動大家的共同議題是什麼 然後之後我們把它連結到 讓我們想要表現的就是台灣的特色 就是或是優勢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切入點 所以因為我們自己以前在雜誌裡面想 會想到這個 比如說什麼東西 一個什麼 然後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A plus B A一定是大家 不論哪個國家來的東西 我就會感興趣的 然後 plus B 那個 B 就是台灣的東西 就是我會這樣想 所以那個 A 是什麼 那個 A 我覺得有兩個點 就是最大的那個點當然就是 我剛才講的數位民主 對 因為數位民主其實我覺得是講到非常多 就是在各國的 對 就剛才講SDG社要的部分 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理念 對 所以我覺得數位民主其實會改變一個國家的體質 對 然後它會發動公民的力量 所以有數位民主做一個 前面的有點像是infrastructure 所以後端其實很多社會上的改變都會成形 那我覺得這樣的質變 其實是不管哪個國家都會感興趣的 然後就人民來說 他們會希望擁有數位民主 作為一個可以改變現狀的力量 然後就統治人來說 他們會害怕數位民主 因為那個就是會改變他們現在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數位民主這個是 就是它有一定的高度 然後它又可以適用你大概全世界各地 就是大家的一個關切點 這幾個 所以我們可以用數位民主 plus 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 好 台灣的什麼 對對對 台灣的某個實際的經驗 或者是一個什麼character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 比如說 G0V 就是那個可以帶 然後另外其實第二個就是教育 就是教育也是全世界人都在抱怨的事情 對 那我是不知道教育跟就是我們要談的科技 我們有什麼具體的連結 這我還沒有想到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是用A plus B這樣的公式來看的話 那我覺得前面那兩個 一個是數位民主 一個是教育 對 但是就是看後端 對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之前講 16歲王宣如那個提案 就是因為他是他的公民老師給他作業 他的公民老師給他作業就是他起一場社會運動 對 那最後還真的成功了 那這個就是A plus B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在以前有數位民主之前 基本上你沒有票人家是不理你的 對 我不管是議員還是議員 你16歲我什麼要理你 對 那但是現在是因為 我們高達四分之一的平台上的提案 都是不到18歲的人提的 所以他變成一股很大的一個青少年的一個提案 所以教育部一直很愛好 因為全部都是愛的教育部 一直很愛好 沒有錯 因為現在公民老師很喜歡出這個作業 對 就是全台灣的公民老師 卯足了金要小孩去那個平台上面提案 真的 對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我記得好像有個統計數字 就去年11月到12月 那個平台上總共有500多個案子 對 其中我四分之一是中小學生提案 對 就包含高中 向他們學習歷程檔案 也因此非得國教育開一個公式會議 來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有很多啊 包含那個什麼高中生要不要取消掉找自信 他找自信變成Optional 不是Mandatory 對 因為要睡夠才夠 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安排了會議等等 對 那這些他們在以前你看 他都要找大人找立委來主張 那現在透過數位民主他可以主張 那這個我覺得是普世性的 而且在台灣會不斷發生 對 那個高中生提案就是 珍珠奶茶去 可以晚一點 對 那個是環保 那新的案件是 就是有一個高 應該是高中生 他提案希望能夠九點半上學 然後五點放學 那因為台灣現在一般是七點半 七點半上學 他希望整個往後挪 對 然後其實比較一下就是 台灣的孩子在學校中學裡面的時間 是比日本跟美國每天多了三個小時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是三個青少年媽媽 其實覺得滿殘忍的 對 因為我們家樓下又是補習班 所以他們其實又 你知道嗎 就是下課之後會繼續去補習 所以他們從早上七點半到小之後 他們又到晚上十點他在老家 對 我看了其實都很不忍心 那其實我覺得這跟Audrey的關係 的經驗有關 因為你十四歲的時候 就參與過網路上的民族 所以只要你有個IP 你就可以主張自己的權益受損 然後就希望遊戲規則可以有所改變 對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其實是 也是 是可以激勵人心的 會帶給大人很多困擾 可是對於權益受損的青少年來說 他確實是一個可以申訴的地方 所以我想是類似這樣的 就是可能他是更大一點 就是不管你要處理什麼議題 也許就真的找一個十五六歲的人 他提案真的在這個議題上有所改變 那這樣忽然之間你要環境也環境 你要永續回收又回收這樣子 對 就是我們想到 但是這跟VOX那個整個連結 我就不知道 這可能要 對 可能要去進步 如果說有一些非常經典的 Case 那這個就有好的Story 其實是難多的齁 難多的 像漏水的那是 漏水也是 泡水原體也是 那個蘭嶼摔了直升級之後 他們去總統內科從提案 最後一百多個原鄉跟離島 都有遠區的醫療 甚至連健保卡都要變QRCO這些 那這些都是很好的Story 對 那OJ剛剛講的是一個叫做總統被黑客送火 他其實是在鼓勵基層的公務員 能夠創新 而且這個創新是可以影響到他的老闆 就是不得不衝擊 因為總統會頒獎給他 那每年頒這五個獎 沒有獎金 一投影出來就是總統頒獎給他的畫面 所以那就是總統承諾他 他不管做了什麼 他三個月做一個小規模 在蘭嶼在基隆在哪裡 但是總統就承諾 就好像總統政見一樣 接下來一年就會在全國 你要錢你要人要修法律 我就去修 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Digital Democracy 因為會哪些總統被黑客送受到我們的輔導 也是靠網路上面公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也是Join平台的投票 用的又是一個創新的投票法叫蘋果投票法 這些那這些都是我覺得都是Story 我們每年大概 對都就是主向 每年大概三四月會Launch 那九月會有一個就是一個Cohort 就會有五個團隊 那你繼續追蹤看他怎麼落地 那這也是很好的Story 所以剛剛講說從平台來提出意見 然後得到足夠的support跟討論 最後convert成為policy 那他是透過行政院還是透過立法院 我們這邊是這樣 我們如果行政院覺得某些部分既有的法律就可以做 我們只要改一個辦法 那我們自己就做了 我們每個部會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每個月就今天剛剛我們就投票 決定要這個月來協作哪些議題 比方說這個月我們決定的就是 要來討論說我們怎麼樣子確保公投的政方 跟反方 常常是政府方 在實際進公投之前 能夠有一個有意義的討論的機制 而不是像上次有點趕的情況 那這個是非常Meta 因為目前成案的只有一個嘛 就圓能會的 但是很快又會有三個了 對那所以這個就是公務員自己來想說 這個機制怎麼樣子更能落實 而這個不涉及修公投法 那所以這是implementation 那但是有一些確實 像我們剛剛講遠距醫療 他最後還是要改遠距醫療的法案 但是我們這樣子做出來一個draft 就會以行政院的名義送到立法院 那他們當然各黨派還會再加一些東西 但是無論如果我們會提出一個草案 OK 其實跟婦女權益也是有關係 因為前正是有一個 也是Joey那邊品牌的 對那個也很好的 就是已婚的婦女如果懷孕 在現在的法令上面 他是必須 他如果就是不想 就是他如果想要人工流產 必須符合衛生保健法裡面的條款 而且要配偶簽字 就是配偶不同意就不行了 對配偶不同意就不行 可是如果說比如說 先生有外遇 或者是家暴狀況 他其實就是不能去人工流產 所以後來就是有人在那邊提案說 他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規定 然後這個提案後來就是 衛福部那邊就直接引用了聯合國 對於婦女身體的自主 我們是國內法化 所以其實也不用開什麼協作會 太講得對就這樣 對 所以他就是直接進入修法程序 所以就是一個人提案 五千個人聯署之後 只要衛福部他有法源 現在是引用國際的法源 就是他就直接進入修法程序 所以我看來其實我會奇跡於一個大家 我就覺得哇 這個實在是太有意義了 所以這樣的機制在其他的民主國家 是非常少見 多少都成功 在美國有WeThePeople 也是一個白宮的請願網站 那在英國 在我們主要是參考冰島 很多地方都有 那最大的一個差別是說 在其他的地方 大部分的這個請願 好不像白宮的好了 那他有一個說明的責任 但他並沒有一套機制 把這樣子請願的人變成解法的一部分 那我們的做法都是你行你來 就是有人提案說報紙軟體很難用 但他是設計師他會做更好的 那就邀過來 由他來負責設計下一年的報紙軟體 所以會炒的不是只是要糖吃嗎 他會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那這個機制是大部分民主國家沒有的 就是協作那個部分 對就是協作的部分 冰島也沒有嗎 冰島也沒有 比較少 比較少 它會有一些單點單點 對 但我們每個月每個月都很固定 兩個禮拜會處理議案 就我們已經把它變成我們 就是製品的流程 對 那寫作會議非常有趣 就是各方的觀點在討論的時候 而且是全程直播的 對 而且有些時候會開好幾次 所以你可以從頭到尾看到大家在做什麼 然後上次看到那個 有些時候會議還有那個 應該叫做服務設計的專業 對 就是像那個 對 服務設計專業的流程的人 他是用一個 就是引導著 佛里斯基督的身份 在引導整個會議的進行 包括有用到便利貼啊 然後整個議案的討論 然後如果是像 Geddie Minin 她會用到Polis 對不對 對 我們在協作會以前 有時候也會用Polis 來收集大家雖然不同的立場 有哪些共同的價值 對 所以 就是 Otby之前曾經有說 她認為民主 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 而是一種程序的 一種技術 一種社會技術 一種技術 所以我覺得 所有工具在裡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 因為她 穿真影仙 然後彙真意見 聚焦討論 嗯 那個我覺得都很重要 那個都不是靠 以前一般代義政治裡面的那種管道 比如說 然後人民請願啊 然後開工廳會啊 就是一個很長的流程 那現在其實在網路上可以 非常迅捷的進行 這個我覺得是很厲害的地方 嗯 那兩批台灣其實也是可以 是 不好意思 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Bloomberg的 在台灣的記者有聊到 他說像這樣的制度 就是其他國家也有 但是 好像人民的參與感 沒有那麼高 是大家不信任政府 是不相信有可能改變的機會 所以他覺得反而是 他覺得特別的是台灣的人 嗯 很積極的參與 或是想要表達 嗯 表達他們的想法跟改變的這個 他覺得是特別的 是啊 對啊 我覺得重點還是政府 夠不夠信任人民 如果政府夠信任人民 人民提出來的 我們就不會覺得是長麻煩 而是說 我就相信大家一定 即是關於想出來一定比我們好 那在我們的基礎上 那我們就 手上什麼資料就公開嘛 你有更好的想法你就來 那但是在傳統上面 比較不容易這樣子 比較都是說 那大家已經蒐集完了 我們考慮了半年一年 那最後說哪些參產 哪些不參產 就這樣了 但是後面的這個過程 在疫情設定之後 人民還是進不來 對那我覺得這是主要的差別 就是他是不是 Full Life Cycle 就像說 在這個線上網購 那他不是明天就到你家 可是如果他每天每天都說 他已經在急貨了發貨了 現在車子到哪一個急貨站了 然後他已經送快遞了 那你每天都有新的狀態 可以看到 那你就願意等他個兩三天 四五天沒有關係 但如果他中間 什麼都不告訴你 就算其實他比較快送到 你還是不相信他 你現在居領利 有繼續跟一些國際的partner 在溝通 對這個溝通方式是怎麼樣的 是一直討論還是 就是有每年有幾個會議啊 就是每固定兩個月 有一次大的黑客送 那那個黑客送也可以 線上的參加 那尤其在疫情比較 就是嚴峻的時候 那甚至是全線上的 那個也有 那所以蠻固定的 就是其他國家的朋友 也會透過線上的方式 來參加這些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講到總統被黑客送 他也有國際組 所以也可以國際的朋友組隊 然後來我們這邊參加 彼此切磋等等 那最後就是說 距離密的朋友 也會跟國外一起來辦 workshop 特別像之前他們在沖繩 就辦了一個 Facing the ocean 面海送 那就是韓國 日本台灣一起辦 那然後好像香港也有一些人去 因為他放在一個 離大家一樣近的地方 那所以那個就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大家在討論就是 剛剛講的是 大家都關心的 human condition的一些狀況 而不是specific 他的那個真體 或他那一屆政治體制 裡面大家關心的事情 那後來再防疫啊等等 這個人脈就很有作用 像那個跟白面海送的那位朋友 現在也是日本內閣府 CTO輔助官 還是CIO輔助官 那他就幫東京都做了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目前COVID的狀態 以及如果你有各種不同的症狀 或你的家人有什麼需要 應該怎麼分流的那個dashboard 那那個dashboard後來 Gilion一下就幫他翻譯 那翻譯我還改了一個錯字嘛 然後他們就是 東京都知識 就在推特上感謝我 就是很有意思 我們就是地零鬼外交 一個連結 而且是在GipHub上 對在GipHub上 我是以一般的貢獻者的身份 不是什麼大臣的身份 對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 這個好像很有梗 一下就變成他們一個梗 對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國際交流 不但是像以前那樣子 有很正式的官方 對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 這個 的確你說全世界民主這個系統 Digital對於它的impact是很大的 對呀 那當然是很多紀錄片 其實在談的是negative impact 對呀 所以數位好像只加深幾圈 好像都摧毀民主啊 對 對 對 所以 就是它的 the flip side of the coin 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現在在網路上很少看到的 很少看到的 有概念 對 或者就是說它了解民主這個詞 可是不知道究竟是mechanics 對不對 是怎麼樣來relate 這個 這個 這整個活動 對 對 所以剛剛講到那個Vita alone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是法治國家 那法治國家的立法跟修法 是促進社會性感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就是台灣那個Vita alone 運作非常成熟 對 他們在上面有討論那個開放國會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都是行政院裡的 那現在立法院他們四個黨派 很少同意什麼事情 但是至少民主神話是他們都同意的 還有國際連結啦 有兩個 所以他們就跨黨派也組了一個 立法院的開放國會的這樣一個小組 那他們的目的也是很簡單 就是他們不是說你去lobby他給法案而已 而是說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他們也希望能夠協作 也希望能夠把他們在法案 尤其預算生意過程裡面 更多的結構化資料 可以公開給所有人看 那更多的讓民間可以 不是只抗議嘛 而是說那你行一來嘛 提出一些具體的想法 那這個開放國會的程序 也就是帶民間去領v台灣的平台 那他們就討論說國會可以怎麼樣子更透明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題目啊 他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早上九點 就有一個記者會 開放國會記者會 那他們就會去發布他們的立法院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這樣子 我跟應該會叫部長吧 應該都會去 對 比台灣那邊啊 之前發起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背景 是之前的法政的政委叫蔡玉琳政委 他之前是法官 然後後來去IBM幫法務長幫了很多年 所以我覺得他有那個把法律跟書文 就是plus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蔡玉琳事實上是他主動去進行提案的 所以後來整個的運作 就是我們假想就是很多法律 他都是 社會有新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比如說Uber 那他所需要規範他的法律 事實上是跨部會的 然後每個部會 因為政府機關都不行 都會覺得這不是他的事情 所以當這時候你如何去整合這些部會 就是修一個法律 就是來因應這個社會上的需求 所以這時候其實那就是那時候 蔡玉琳政委他做的事情 就是他想辦法在外圍 先蒐集大家的意見 去探討如何可疑可行 然後之後再把第二部門 第二部再把這個部門就是召集進來 那是2014、15年 也是回營太陽花 因為太陽花就是說立法院的運作 這個三個月被查、轉審查、審查終結 完全沒有討論等等 那他們希望能夠加深這個討論的深度 那所以就大家跑去立法院佔領 然後demo一下怎麼討論 那所以後來這就是一個outside game 就是說立法院也會覺得說 那我們的正式現金如果不公開 說不定下次那這個當然理由又來佔領 所以後來就是不管黨團協商的直播 正式現金的公開、結構化的公開等等 其實都是從2014年那個脈絡過來 所以這支就是開放國會 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 那這個我就很難介紹什麼 因為他們是立法院的 理論上是他們監督我們了 沒有反過來的 但是你們也許也可以去接觸 V台灣跟開放國會的朋友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很年輕的story 而且現在才剛剛開始 所以你也不知道最後變怎樣 像立法院佔領域的開放政府聯合的還是林廠族嗎 他是其中一個 對他是就是開放國會的其中一個吧 那但是理論上headhead就是遊戲會員長 對那他們好像各黨派四個黨派都有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在2014、2015的時候大家還不是很理解 但是現在就覺得說每個黨派都只能加碼 沒有人能夠說回到黑箱沒有辦法 的確 被你知道林廠族嗎 我知道 對 對 所以像 因為像Jaclyn我們也很熟 因為他是Cinex我們之前的Promono的 Legal Council 太好了 for like decades 所以像B台灣他的governance是 他是政府還是 他完全民間的就是每個禮拜三大家在社創中心 一起吃Pizza 一起吃晚餐 然後來討論水接下來會怎麼樣 要怎麼樣討論 只是他做出來以後政府的與開放一個 算是某種API去跟他對接 這是正確的一個想法 在之前蔡律師還在這個辦公室 他是政委 而不是他專員顧委 那時候他就是有兩個promise 一個是說B台灣上面的問題七天之內 他要求補軌要上去回應 去民間那邊回應 那第二個說他自己看到的數據啊等等 他就完全公開出來讓B台灣可以即時的去討論 不然你討論一年前的版本沒有什麼意思 大概就再兩句 所以他是從G0D裡面挖的坑 寫出來的一個result 他跟G0D後來的operation Governance有任何的 G0D的operation其實就是兩回合一次他的黑客送 跟線上的討論 其實把G0D想成的hashtag還比較容易 就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 對他的各專案有什麼拘束力的組織 其實大家共享這個hashtag 那大家比較容易彼此辨識吧 就是省去很多解釋的功夫 這樣而已 所以每個專案有他自己的governance OK 所以他等於本身他自己有一個 self-propelling 往前走的一個 他就是一個social incubator OK 所以 因為剛剛講 G0D音樂前幾年 剛開始我也有 不管到現場 或者是那時候的小朋友來講 對 所以也算是 有知道這裡面的culture 是一個非常unique 比如說他是 比如說Nobody 對吧 Nobody cares 對 You're nobody, you care You're nobody, you care That's really fantastic 很可愛 就是 我覺得這裡面他有一個很強 在至少我現在回想 在當時有一個很大的一些 impact 在社會上在群 我們的community裡頭 現在我這兩年比較沒有感覺 是因為他是比較變成是在 ongoing basis 還是現在還是有些新的很更 revolutionary的 initiative 也還在秀這裡 我覺得幾個 一個是因為像G0D 他之前有做過grant 那Jacqueline也有幫忙 那他的grant的這個機制 後來我們就拿來變成總統被黑客送 所以就會變成大家聽過的是總統被黑客送 雖然G0D資料申請小幫手 也是卓越團隊 也得到總統頒獎 但是確實是有可能是這樣 就是之前他要fight很久 公部門才採納這個機制 所以你這邊會有很大的商量 但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他們三個月試出一個東西 我們就變總統政見 所以就是對接的會變得非常快 那所以這邊的聲量 反而感覺上沒有太大 沒有那麼大 這確實是如此 但是影響力變大 實質的影響力變大了當然 那另外一個也是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說 G0D這個concept他後來走 不一定是政府服務的alternative 因為以前叫G0V就是GOV要改成G0V嘛 但是後來他逐漸變成一種開放協作的態度 所以後來很多做藝文的 或者是說其實小微就是其中一個圈品 對那或者是說做教育的 他們現在有臨時小學校嘛 去確保說不管教材教法等等 都不是大家老師自己藏著 而是用G0V的方式去分享出來等等 所以如果你現在到Education Technology的場合 你反而又看到G0V 然後他就是跟Teach for Taiwan 軍醫等等會放在一起 但是這個就已經跟我們剛剛講 Digital Democracy 他只有非常遠的一個關聯 所以也可以說G0V這個概念 有點像珍珠奶茶 就是本來不是黑珍珠 是白珍珠 但是後來這個花草茶也可以是茶 豆漿也可以是奶 最後就是你知道有mixture的都叫珍奶 所以被replicate到不同的domain 對對對 我明白 它衝突性變比較小 我明白 對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 我們可能可以再explore 這個題目有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在G0V是 是家倆那邊還是在 都有吧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一樣 就是每兩個月一次搭到AkZone 然後大家每次就在slack slack已經八九千人了吧 對 那隨時有人提一個暗箱口罩地圖 那就一百多個專案在G0V上面 就開始開下去這樣 有機會 他動員力其實在一起畫 對對對 那平常就比較是奶奶哥做歌 平常就大家 你只看頻道就覺得大家 就是吃著喝喝吃披薩分享事物 哈哈哈哈 就是好像純social啦 哈哈 但是一發生事情 這是很好的disguise 對對對 沒錯 我常常跟他們一樣那種 以前那種 武俠片裡面 在客棧 客棧裡面喝茶 哈哈哈哈 有事就發 對 有事就大家招就衝出來 很有畫面 這個是很棒的analogy 對 真的 很像那樣子 草根的 然後很創新的 不怕衝突的那樣子 我記得今天再來一天 還有在聊到就是台灣哪些 start ups 因為不管是從國際上回來的一些 對 現在我們因為身邊好多以前 我現在西谷的朋友 都lock down在台灣 對 待久了以後都有chemistry 對啊 變成一個小西谷 對 大家也不會 都會 try to be productive 那 那 所以感覺上這一年 對台灣來講 是大概brain power的historical high 我們叫這個tanic circulation 終於循環回來了 哈哈哈哈 所以這時候 我們也是在想有沒有什麼 這個值得去扎根注點去觀察的地方 因為 ideally 聚落這種 或者是ideally 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往未來再推個兩三年 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說 今天整個全世界的這個警報解除以後 對 大家就各自有 變成一個holiday 這樣子 對 那supposedly 這邊有一些東西 因為紮根 而且它會開放 那 那 所以 當然拍紀錄片都是跟上帝在對讀 對 就是我們在看有沒有什麼likelihood的地方 我們就會想辦法讓我們的這個 不過有時候startup倒掉或pip 這個紀錄片跟maizo 哈哈哈哈 所以看背後的這個最後要拿出來的story 會是什麼 所以 也許是也看看 Andre 這邊目前看到台灣 因為像比如說我是跟AMA involved 是是是 還有像時代基金會 那個garage plus TTA那邊 TTA 它是給我 我做一個advisor 但是 Operation 就比較少看他們的pitch 嗯 然後 還有像sparklab 嗯 OK 就Ager那邊我也有些引爆 但是我也想說從你的這個雷達上看 有沒有什麼是一個 就是說值得我們現在去去touch的一些線 南部 南部你們有什麼contact嗎 哦 因為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ongoing的就是沙倫 嗯 那沙倫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本來的那個綠能 它現在變成綠能乘以智慧 那智慧的部分包含自然啊 包含很多就是本來散在南部各地的 現在慢慢都會往那邊距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點 那我為什麼特別提上的是因為 它很有畫面 就是你去那邊拍一個 關於生計的 或關於循環經濟的 或關於光電的 那你不可能不突然間就碰到 好比想說自駕車 或者是說不碰到這個自然什麼 這個演習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very happening place 因為這些東西全部交疊在那邊 那我覺得如果你是要 紀錄片的那個畫面的話 這種畫面會比較make sense 因為不然的話其實 你真的要拍北部的很多 你除了那個pitch 是大家真的還在同一個場域之外 其他就是大家在咖啡廳裡面 對著筆記型電腦 你什麼拍都是大家在咖啡廳裡面 對著筆記型電腦 所以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對所以我會覺得 南部是蠻有畫面的 這或許可以考慮了 那他們也是其實跟林口一樣 其實就都是同樣的一些單位在做 不管是經濟部 或者是TDN是科技部 那他們在沙輪同樣都是有presence 所以你本來的contact都可以用 只是說physically在南部 所以你講的是像 最好是有一個聚落 是有一個平台 我覺得就很容易有一些人跟人之間的story 去什麼地點就拍 就沙輪科學城 就找沙輪科學城 就在高鐵那邊 所以也很方便 你就算住台北還是可以去拍 南部是高雄 泰南高雄都泰南 對 這樣看起來很不錯 我也想的是因為那樣比較畫面 我覺得在台北很多的incubator或accelerator 因為我自己就讓一個incubator 在射創中心 對那射創中心還好 是因為它古蹟嘛 也不太可能再改建了 那它是非常有地方特色 但是不管是空中 as a place 就是當代文化實驗場等等 它大部分還是藝術那邊的intervention 但是我這樣聽起來 你比較想appear的是 人跟人之間 這個國際的觀眾看到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 這個is very happening 這個人跟人之間 可以不是這麼好 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南部人情味還是比較好 而且食物也比較好吃 對 focus美食 台南這個製作費用可以減半 台北要吃到一樣好吃的呢 不是加倍的問題 要三四倍 桌上的食物通通都有故事 對 真的 可以trace pack到荷蘭 對對對 文化制度嘛 一直在官員區 對 因為我四點半還有另外一個會議 那反正我們同仁也有不少 像總統北黑客松的作業團隊 就是衛福部的 其實現在也在我們辦公室 所以有空的話也可以就是 再多互相了解一下 就看你們要追哪一條線 那哪一條線 我們這邊大概都會有相對應的同仁 OK 好 那一樣是跟紫維聯絡 對對對 紫維聯絡 所以 謝謝你的時間 我想後面 我們還有一些比較 major的一些 discussion 在可能再來跟你們有些探討 當然 沒問題 然後 對 我覺得這裡面 當然台灣包括像 semiconductor 是一個大體 當然了 就是台灣沒有人不應該 大家都應該要知道 當然 所以希望 能夠再多有幾些機會 把我們的這個東西 能夠變成shape up 當然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來拍個照 對 例行公事 這個影片 待會就會上傳我們的youtube 如果大家 直接上 你們就直接使用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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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